大家好 現在這樣看應該看得出來我在哪 沒錯 我現在人又在 機場 今天呢 對 這是一期夜排接機的影片 來帶大家看看 我放假第一個禮拜都住在機場 沒錯 就帶大家體驗一下夜排的機場 晚上是怎樣 其實我個人沒有很喜歡夜排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題材 所以就拍片 我個人呢 非常的不喜歡 對 但是我們就來看看 新的體驗 第一次夜排 先帶大家看一下目前的情況 真的很可怕 可以看一下現在就是已經 前一天晚上 到時候24小時不到人就排這麼多 而且據我朋友說 早上把你丟人在這邊排的 已經排到第二排了 店買了一個義大利麵跟誰 吃個飯 今天還沒吃飯 因為早上我在一行下街 金勝規 然後明天是田舊國回來 所以就在這帶一晚了 現在要來廁所卸妝 帶了卸妝的 剛才林溪買了個牙刷牙膏 忘了帶牙刷牙膏來 現在就卸妝 嗯 真的第一次在機場這樣 有點緊張 但外面有很多阿咪所以還好很安全 然後都是 接機接到熟面孔的阿咪們 再來卸妝 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我其實蠻不建議 待在機場 但是我們是一群人 而且有很多阿咪在 所以呢 我覺得是蠻 算蠻安全的 那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我應該就不會來 太危險 大家還是要 注意安全 我喜歡 你到哪來 好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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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體驗一下 招囊旅館 給大家看Room Tour 我訂的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房型 就是它是跟 是跟隔壁共用的 所以呢我是在下鋪 然後其實上鋪應該會舒服一點 但是 隨便啦 這次稍微睡一下 就一眼到底 然後這邊是有公共廁所可以用的 然後我現在 在機場已經過一夜了 然後現在非常的狼狽 然後我沒有戴帽子 我們就睡個三個小時 等一下要再繼續 然後跟大家報告一下 剛剛呢接到了有宅IDOL 今天也算是收穫滿滿的一天 然後其實今天還有那個 NMIX跟17 而且我訂的這個就不會辦法取消 所以我就下來睡覺 我原本覺得很有壓迫感 感覺會有壓迫感 但躺下來其實覺得還好 但是醒來的時候 我可能要小心 就一坐起來 我其實是不會頂到天花板 但如果我覺得你180 應該會頂到天花板 因為我才150 我坐起來還是有空間的 就大概有個15公分的空間 所以你只要 應該175 188以上起床就要特別小心 我現在躺在這邊 這只是有點 不是很好看 但是呢 我要來休息了 等一下還有 還有一點時間要等待 因為其實昨天在機場沒有睡得很好 不是很涼 然後又很吵 然後一下冷一下熱 所以趁現在能補眠趕快補眠 因為晚一點我要拍接機的時候 又是一場 硬戰 又是一場 硬戰 OK 我們睡一下 然後中午起來吃個飯 繼續我們的 24小時 人穿機場 極限生存劑 哦 跟大家說 我都有刷牙過了 我沒有拍 但是我都刷牙過了 別擔心 有刷牙 有洗臉 你好 大的 愛 Cop 穆 穆 穆 啊